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顶鸡它的嘴鸡像鸟又像鸡 在中间这一个地方把眼睛画上 两边画它的眼影 这边已经小了 然后来画 它那个罐上有一个鱼 一般来说就是画淡黄颜色 但是它这个鱼上有白颜色 有白的那个毛 那就等你画完以后 它干了以后再去画那个白色的鱼毛 鱼冠的尖上有鱼毛 鱼冠上有白的鱼毛 现在它是个淡黄颜色 是个淡黄的 先画这边淡黄的 这样画过来 好了 就是这一边 稍微挑出来一点 好 这就是这一个淡黄颜色 但是 还可以在这个 这个关羽上 撕白毛 撕白毛的时候 就是要等它干了以后 用太白 撕的时候把鸡捏开 完了以后走一下 撕出来就是它的那个绒毛 反正是一边一个画法 这个画法是高清硅的 你看就这样子 它这不是一个眼影吗 你把这个眼影给它画出来 你看 加了一点花清 是不是就不一样了 你看这个被就出来了 被鸡被嘛 你画的时候自己要 一般来说呢 都会先勾勒 有的人是拿毛笔勾勒 有的人是拿牵笔勾勒 但是老师讲了 如果 心中有瘦 手中有把握 就不需要再去 这本就 开了 有点长了 说说 来 来 来 好 好 这边 这是 这个意思了 好 上来一点 看花的 一边看 好 好 这边看 这边看 现在 来 这边高一点 它在树上蹲着 好,一根画好了 有的人有次画一根 这里就拿那个花的树来把它遮挡掉 好,再画一下第二根 再画一根 好了,就这样 好了,眼睛 这就是黄的 有够蓝的有够黄的 再画一根 再画一根 丢了点才不能变 丢了点才不能变 丢了可以 不要点得太一致了 乱出大招 就是这样画的 复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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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它叫做复鱼的夹鱼 有够红柠菜 副鱼 复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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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这个是在 在中鱼 对 复鱼 嗯 他手上一额 魅力也要刺 嗯,对 魅力也要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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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腰 嗯 嗯 这个里头是黄的 好了我用沙干走了一下 等它干了以后 用水红在那个 鱼的尖上走两边就知道就行了 一边还行吧 那个石头是用的 不要拿着鱼是用的 在远的地方画紫藤的时候 条上太青蓝和太白 画远一点 有的人画的紫藤 你看 不一定说 好这个浅了 那我再在这里补上两屁 这个比较浅 好 这个浴汁基本上成功了 就生了 全了 你看 千万不要放在一条线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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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都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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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伙子 这是什么 你们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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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好